民间有一个传说 就是说这个金产子 它是象征产子的意思 那么在新北市政府 一系列这个鼓励生育的政策当中 就特别发出了限量500只的金产子 那么因为是限量的关系 很快的就被索取一空 那么有领取到的民众都表示相当的开心 有建议烧纸化的现象严重 民间相传金产子象征产子的意识 因此新北市政府推出 一系列政策鼓励婚育的政策 特别发送住孕金产子500只 希望金产子能够带来好运气 像住在林口地区 就一对临性夫妻结婚期孽 一直没有生小孩 结果拿到这把金产子 就传出了好消息 现在扫子化问题非常严重 我们新北市政府 也寄出非常多的婚育政策来拼生育 其中我们有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我们的金产子 为什么因为金产子 就是叫大家赶快产子的意思 我们在去年的联合婚礼 我们就制作这支金产子 那结果很多民众看到这个产子 就觉得非常想要 所以在去年呢 就赠送了350只给有需要的民众 那这个有一个民众 住在林口 结婚7年都没有怀孕 那结果他拿了一只之后 放在床底下 不到一个月就自然怀孕成功 所以这个市长特别去看他 那当场隐落呢 我们今年再加发500只给需要的民众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是准备500只 准备赠送给结婚3年以上 那没有生过小孩的其中一个 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个是新北市民就可以了 那今天早上9点不到呢 那个500个民众就已经都到场了 而且都领了号码牌 那第一位昨天早上 昨天的下午的5点就已经到现场来排队 那大家都就是拿到这个产子都非常的开心 为了这把金产纸 吸引了上千位的民众排队等候 准备理限量500只 可以说是公普应求 对这位刚新婚的王小姐来说 能够拿到金产纸相当开心 今天就是来领新北市政府的这个金产纸 那对就是当然很希望能够早生贵子 那因为这个活动好像让很多骨气的期待都成真 所以今年也来试试看 那我很感谢我婆婆4点半就来帮我 那希望平年有好消息 主办单位新北市政府民政局表示 没有拿到金产纸的民众 也可以前往五金行购置产纸 到市丰柱生娘娘的宫庙寻求加持 使用办法 请上新北市政府民政区网站查询 永迦乐新闻新北市采访报导